前文在族 书接上一回 上次讲道 李重进派兵包围寿州 但外围也受到南唐人大部队的援军包围 越是这样 越是显露李重进的强人本色 他将流人尖 继续死死地 禁在寿州城里 不要说我是人 就连老鼠 也别洗止以通过他的军营 至于外围 不管你是谁 带来多少兵杖 都别洗止以越过雷池一步 历史证明 当年寿州城外的紫金山上 南唐人扎落了足足18座连环形寨 紫金山 即是现在安徽苑的东北 淮河的南岸 这18座连环的刑寨 重重叠叠 互为飞角 在山上用风火 和寿州城里面就招值相应 只不过 不管你说什么都好 总是没办法走近一步 到最后 寿州城里面 我都快人吃人 南唐的援军 都在无奈之下 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他们想到是收足长城 从紫金山开始 收一条长城到达寿州城下 这样 看法都行得通 利用长城攻守兼备的功能 边收边打 相信 总是可以应付一下 李重进 将粮草 就混入城里面 于是 南唐人就开始日以计夜 赶工收长城 为了城里面的兄弟 为了南唐的胜利 他们个个都落足力 李重进 好像发了善心一样 一概就不理不问 直到长城很艰难 才收完了十几里 眼看着就快到 寿州城下 大功告成 这时候 李重进才突然来过变面 一阵猛攻 不单将长城全部破坏 还杀了南唐人五千多人 这个时候 就好像要再折磨一下南唐人那样 又有一个令到他们伤心的消息 就传了出来 那个传说中 品德非常优良 从来都不骗人的张永德 也都变坏 他经历了上次浮桥事件之后 突然间就醒觉了 他觉得 日子不可以再这样过了 他痛定思痛 首先 就做了件本分点的事 他用千多尺长的铁链 封锁浮桥上下游几十米之内的水面 为了保险 他再在铁链上 绑一些大木头来增加浮力 令到铁链绝对不会下沉 用来彻底拦截南唐的战艦 这个之后 他在一个七黑的夜晚 静悄悄地派人 混入了夜色中的淮河里面 后周 亦都有几个色游泳 大家就趁着夜色 慢慢游到停泊在夏赛附近的淮河里面 南唐的战艦底 这个时候 用来封锁淮河水道的铁链 还剩下一些 张永德就非常慷慨 他将这些铁链 全部就送给南唐人 第二天天还没光 张永德就突然发起进攻 这时候南唐人才发现 自己的战艦都开不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被人用铁链就哭到杀一杀 江南名将林仁少 真是仗义金光摸不着头脑 自己赖以成名的水军 居然这么狠狠 连打都没打就全军覆没 所慶幸的是 他本人又一次逃脱了 撿回一条命 直到五六年之后 才由赵康人给他编辑了最后的命运 这个就是后话 以后再跟大家讲 现在回来讲江北战场上的南唐人 他们长城被毁 林仁少的水军又全军复活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也不足以动摇南唐人 在江北上的巨大优势 无论是李松进 或是张永德 都仅仅是保持着自己不败的纪录而矣 尤其是厄纳在他们面前的寿州城 不管怎样攻击 违困 也没有办法攻下来的 而且在显德四年 即是攻完九五七年 在城里面 城里面就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是刘人尖 将自己的儿子杀了 因为他的儿子 想从饥饿的寿州城里面逃跑 不管谁来劝阻 就连李景派来做监军的周挺叩 亲自来港澄 都没办法保住这个儿子的性命 流人尖 将自己的儿子处以腰斩的极刑 哇 什么这么严的 之后的寿州城里面喊声有一片 军民同心 再都不提逃命投降的说话 城外的李松进就绝望了 他看着近在止尺的寿州城 白诗不得其解 但是他真是想面对面的 问一问流人尖 南塘到底给了什么好处 令到他竟然那么忠于职守 明幻不灵 奋恨之余 狗力沙场的李松进 都知根知底 以他个人之力 看来 真是攻不下寿州城 僵局持续了那么久 到了2月17号 后周世宗皇帝柴榮 又再一次 亲征南塘江北之地 殿前都指挥使 赵康人 虽然是为父亲 伏丧时期 但是战事紧急 亦都被柴榮 夺情起伏 一起出征 这一次 柴榮选择的突破口 是张永德 刚刚攻下来的下赛道口 一切的进展 非常之顺利 他在3月初 就渡过淮河 重新又抵达了 寿州城下 这个时间 战火就刚刚再次 燃起 也未有真正的刀兵相见 但无论是后周 或是南塘 敌我双方 都已经一致确认 胜利 已经被柴榮 紧紧地握在手里面 无论如何 都不会动摇 因为这次柴榮 在出发之前 就派出先锋大将 右摇为将军 叫做黄幻 已经令到南塘军队 彻底的魂飞拍散 因为他们发现 后周人 这一次居然不是骑马尼 而是乘着巨大的战艦 从泳水 一路扬帆破浪 冲破他们各个的水寨 进入淮河 他们水上的优势 已经一去不复返 后周仅仅在大半年的时间之后 就拥有了那么强大的水军 那当然 这是柴榮在上次翻国之后 真正做的那件正事 历史证明了 他之所以主动离开战场 并不是因为他厌倦 或者他是胆怯努累 而是他要迅速地围保自身的缺陷 等到他再一次出现 就会用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来攻打他的对手 胡了 三级